新葡岗的这间潮州菜馆是街坊的食堂 由第一代卖打篮超过50年 现在已经由第二代的老板 升哥承传贴地的潮州味 我小时候在这就看着我老爸在这做事 斩老水我、炒东西都是这样的 那现在轮到我们了 其实我的青春都给了他 学习全部都在这里,做事都在这里 做了几十年在这里,辛苦淺了 那变成了什么都要做了 厨房的东西,倒露水我、炒菜、 倒桌、写单,饭话都要做 打篮出名出餐快,给食客填肚 带来到第二代接手 升哥喜欢做的潮州菜 是以万著称的传统手工菜 既铺就比较纷身一些,贴地一些 韭菜猪虹、露水我、烏头大眼街 什么都有,蚝饼也有 好,因为手工菜的环节太多 我们变成了找另外一个环境 去演绎另一样东西 今集故事未完 就带大家来品尝 万工出世货的手工菜味道 说到潮州菜,就当然跟海鲜有关 而这里的甘里虾 就展现了潮州人 运用海虾和鱼的技巧 我发觉虾胶打得很漂亮 我发觉今晚的虾很新鲜 而且很大只,今晚的去虾 买得漂亮,对吗?对 我买得漂亮,你却打得漂亮 对了… 这个虾新鲜的口感很爽 这个甘里虾是用海中虾打虾胶 打虾胶之后,用虾身 种成一个甘里虾的形状 之后就在蒸笼里蒸 蒸熟之后就打玻璃蟹 就可以上去 我跟快哥认识了很久 认识了 已经有30年了 差不多了 有30年了 做一些传统的老菜 我们小朋友吃的味道 因为现在市面不是太多人做的 而且他们做的都是要预计的 我们想做到它随时来都有 这样的情况 不是我想的,这些是… 以前是五、六十年代 是有人做这些的 老师傅是做这些的 这叫老菜 但这个是很花时间的 是 而且现在人工贵 也没有人肯做这些东西 收得多浅 因为菜式越老 现在吃的时候越有那种 假香的味道 虽然我手工比较繁复,比较多 要用心思去做 心思菜,手工菜 现在餐厅主要由星哥和弟弟一起经营 希望将他们小时吃的 潮州手工菜味道再一次呈现 其实现在在店铺的角色 都是当一个辅助我哥去前面买货 我在后面帮他看看有什么 可以再做得好一些 其实我小时也是帮在店铺 我们小时就帮忙洗碗、卖东西 每年过节我爸爸都会做些东西 出来给大家试试 爸爸陈老先生在六十年代 开始经营潮州菜馆 而星哥第一个跟爸爸学习的菜式 就是做老水鵝 我十多岁开始接触潮州菜 现在六十 老水鵝对我来说吃也不厌 情有独钟 做那样欣赏自己的东西就多吃点 就知道我们怎样可惜我们家传地方 从小到大 跟着爸爸做 又看他做 他又点我们两下就懂得做 第一个菜就是老水鵝 就是这样 这餐牌我们是给兄弟姊妹想的 加上大厨 我们想要什么 他可以做到什么 那一餐牌大家一起拿出来 不断试不断吃 他怎样改 又没有说这个是哥林 那个是弟弟林 刚才所说的石榴鸡 他觉得可能加些带纸 一改它又有一个新的味道出来 就这样演变出来这些菜式 设计菜式的时候 餐厅希望保留传统的味道 但又想有创新的口感 而从石榴鸡演变而成的石榴带纸 就是其中一个新菜式 带纸、火腿、冬菇粒、银翠粒 好 切好了 接着我们在锅头炒熟鸡 打芡 接着我们就煎蛋白皮 我们将炒好的石榴带纸 用蛋白皮包起来 包成石榴盐 等日下要吃的时候 我们就蒸熟鸡 再打玻璃馅上去 蛋白是用鸡蛋和鸭蛋来搅拌 对搅拌的蛋白的口感会好些 煎蛋白要慢火,要慢慢煎 带纸炒熟鸡也不能炒得太熟 吃起来的口感会比较好些 鲜甜点,吃到带纸的鲜味 我们小时候吃的 没有石榴带纸这东西 那时候也是吃石榴鸡 以前是用鸡肉来做的 一直都在转变 我们想做好一件事 就拿一些比较新的产品 创新又不要忘记舊东西 手工菜的步骤繁复 讲求厨师的功力之余 更加要花心机和时间 去鑽研味道的搭配 而在手工菜慢慢失传的时候 陈老板仍然希望 可以保留这份往日的味道 我夹吞翅的工序 这些鱼其实是很繁复的 拿一只鱼甲来起骨 再清洗干净之后 就让刺 刺未让之前也有很多功夫 又要蒸又要发又要成 刺进了笼之后 再放一些汤 炖两三个小时 这些功夫现在都没什么人肯做 味道或者会失传 但是陈老板的心目中 传统手工菜的味道 永远承载着一家人以往的美好回忆 我们餐厅现在在做的方向 都是做一些潮州的老一点的菜 和一些手工菜 这件事是力不透好 其实也不是力不透好的 有一群是要追寻这些食物的人 而且也是一个承传 对不对 如果你不做 我不做就没人做 我们现在在做的 都是想承传这件事 将来一定会 我是大哥来的 我家里有弟妹 弟妹的年轻 或者我的年轻 大大累累到他们都很有兴趣 失传应该不会的 看你做出来的后果 去到哪里 某关做也不一样 P关做也不一样 你说做得好不好 就见仁见智 我们也有这么久的历史 做得也算是可以的 不敢说很好 就算是可以的 外面人没有人做的 我们就做吧 我们不怕辛苦